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日前橫濱DNA的主砲統香加智和MLB的坦帕王光芒隊簽下了兩年1200萬美元的合約 當初我做了日本代表隊的那支影片 看到網友留言在討論統香有沒有入選的時候 有人認為統香的實力還不到大聯盟的等級 甚至認為沒有球隊會要他 然而現在已經確定加盟光芒隊了 我們就來回顧一下統香到目前為止的棒球生涯吧 統香加智 日文名Yoshimoto Tsutsuko 1991年於河哥三線喬本市出生 185公分97公斤 是一名右頭左打的球員 守備位置是一壘、三壘還有外野 生涯累計968場出賽 打出了977隻安打、205發全壘打 2x85的打擊率、OPS0.91 拿過三次最佳9人、一次拳雷打王 還有一次打點王 連續五年入選明星賽 統香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接觸棒球 中學進入社區上求風自由的 對 是深有在的學長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資訊卡 在中學時統香就開始展現出他的長城炮火 一共打出了30發全壘打 就在這個時期 統香就已經把棒球視為最重要的事了 每天放學後他沒有選擇和同學一起出去玩 而是回到家中 在爸爸自己搭建的練習場裡進行賀訓 這樣高度自我要求的態度一直延續至今 中學時的好成績讓統香獲得了許多棒球強效的邀請入學 但在統香七歲那年的夏天 見證了一場甲子圓史詩級的17局比賽 由松板大幅帶領的橫濱高校對上傳統強校PL學員 橫濱高校在松板250球完頭17局的表現下 最終9比7取得勝利 看到這場經典戰役的統香深受感動 從此成為橫濱高校的鐵粉 於是他自行聯絡了橫濱高校參加測試會 在測試會上統香是頻頻地把球打出球場 結果統香不只順利地通過測試會 進入橫濱高校後 高一就成為球隊的四棒打者 並且在高二那年的夏天帶領球隊打進甲子圓大會 第二輪比賽創下了單場雙搶炮 打下8分打點的紀錄 整個大會留下五成二流打擊率 三隻拳雷打還有14分打點的好成績 可惜在準決賽上 敗給大阪童鷹只不予試強 就在這準備發光發熱的時候 統香因為嚴重的腰痛休養了兩個月 後來被診斷出是追尖盤突出 於是從這時候開始 統香為了防止這個狀況的困擾 放棄了原本左右開攻的打法 只專注在左打 高三時雖然沒能再次打進甲子圓大會 但統香高中三年一共打出了69發的全雷打 長打實力早已獲得職棒球團的青睞 在2009年的職棒選秀會上 被橫濱隊以第一子名選上 簽約金是9000萬日元 年薪800萬日元 補充一下,橫濱高校是非常有名的日本高中 也出了許多的職棒球員 包括剛剛提到的松阪大福 還有多村仁智、成賴善久 勇景秀章、近藤劍界等人 都是橫濱高校畢業的校友 而2009年的選秀會成員有 橘池雄心、金空劍泰、迪野貴司、長野九一等人 統香在進職棒前就曾說過 他認為他要在二軍磨練個一兩年才能站穩一軍的位置 結果就真如他自己所說 即便在一軍的第一支安打就是一支全雷打 而且連續兩年拿下二軍的全雷打王 但在2010到2013的四個球技中 統香都在一二軍之間掙扎 就算2012年獲得了較多的出場機會 而且打出時空 但打擊率只有慘不忍辱的兩成一八 當時的總教練鍾田青給統香的評論是 要不是後面沒人了根本不會用他 直到了2014年球季 橫兵隊從歐利斯挖來了洋將Boldiris正守三壘 這時候的統香意識到再不打出成績隨時就會被取代掉了 這樣的緊張感讓統香的心態產生了變化 然而球隊還是很寄望統香的長打能夠發揮 於是在被教練指示改練左外野後 打擊方面也開始有所成長 熱身賽期間就打出3x60打擊率的好成績 開幕戰就以五棒外野手的身份出賽 也在球技中主砲中村季陽受傷的期間頂替四棒的位置 最終球技結束留下3成打擊率 2-4-2發全雷打 77分打點 OPS0.902的成績 可怕的是得點圈打擊率高達4x16 這樣的成績讓整個日本球界開始注意這名強打者 到了2015年球技開始前 統香接下了球隊隊長 並且擔任球隊的第四棒 統香也不負眾望的打出了比去年更好的成績 各項打擊數據都創下個人的新高 並且在年底入選了第一屆12強的代表隊名單 和仲田強一同擔任球隊的四五棒 是日本隊可怕的左右門神 那屆賽會 統香在8場比賽中打出了10隻安打 打擊率3x85外帶5分打點 12強賽程結束後 統香沒有馬上放假去休息 他選擇到了多明尼加參加那邊的冬季聯盟 統香到了多明尼加後 學習到更多美式的訓練方式以及觀念 他開始更重視非球革命對他自己的打擊帶來的影響 同時也微調了他的打擊知識 在2016年球季開始前 統香到了美金龍的球棒工廠參觀 獲得了許多球棒方面的知識 他也將自己的球棒從原本的900克 換成了較輕的870克 換了球棒加上知識的改動後 讓統香打出了他的生涯年 3x22的打擊率 44隻拳雷打 110分打點 長打率6x8 OPS1.110 拿下該年的拳雷打王以及打點王 打擊率也在央連排名第三 得點圈打擊率依舊是維持著可怕的3x93 在統香的帶領下 橫冰隊打進這年的季後賽 並且擊敗巨人和廣島爭奪央連冠軍 可惜那年廣島有MVP心井歸號的加持 最終橫冰隊敗下陣來 球技結束後 橫冰隊為統香大幅加薪至3億日元 2017年初 他入選了第四屆經典賽代表隊名單 這次統香取代了鍾田翔 成為日本隊新一代的四棒 而扛下四棒重任的統香 在第一戰對上古巴隊的比賽中 就讓全世界看到日本隊沒有選錯人 單場四隻二帶有一隻拳雷打 打下三分打點 隨後整個賽會留下3x2的打擊率 打輸的8隻安打中有3隻是拳雷打 雖然這次日本隊只拿下了第四名 但統香也向全世界的球迷展現了他的身價 回到球技後 統香依舊維持著他長打砲手的特色 之後的兩個球技都能維持在2x7打擊率 還有28隻拳雷打以上的成績 2017年球技 橫兵隊也在季後賽擊敗了板神和廣島 和軟銀爭奪總冠軍 這是統香距離日本一最近的一次了 但可惜最終還是不敵宇宙軟銀 2018年統香也打出了38轟的成績 在2019年賽季結束後 統香決定實現他從小以來的夢想 他宣布行使海外FA資格前進大聯盟 和光芒隊簽下一張兩年1200萬美元的合約 這是今年截至目前為止 亞洲球員前進MLB的最高薪 接著簡單談一下統香的打擊型態 過去普遍認為 不到三層打擊率的大砲都會有著三針率高 選球不好的這種刻板印象 像是鍾田翔以及新生代的村上中榮 就比較偏向這樣的類型 但統香打破了這樣的印象 他的選球能力非常的好 甚至在2017年他選到了全聯盟最多的93次試壞球 生涯的上壘率3x82 另外統香也是非常倡導非球革命的一名選手 這樣把球往天空打的策略 讓統香的生涯長打率高達5x28 拿下全聯打王的那年賽季 長打率更是嚇人的6x8 個人認為這兩項成績的維持 是讓大聯盟球隊看上統香的重要原因 打擊方面更有美國網站預測 統香能打出2x51的打擊率 27發全聯打的成績 看來真的是備受期待呢 但統香是否能站穩大聯盟還有另外一個關鍵 那就是他的手背 簡單看了一下今年光芒隊各個手背位置嘗試最多的選手 能守一三壘和外野的統香 看起來只有三壘這個位置比較能夠競爭了 一壘有越打越好的崔萬智卡著 左外的Tommy Fan和DH的Austin Meadows基本上也都不會被取代 三壘倒是沒有非常固定的人選 可以期望統香在新的大聯盟球技能重回三壘的位置 當然統香在各個手背位置的評價真的頂多就是普通 在實況野球內對統香的手背評價只有D 建立是C 所以能不能跟上大聯盟等級的手背 將會是統香能不能在大聯盟發光發熱的關鍵 那位小時候放學第一件事 就是回家看各個錄好的大聯盟比賽的小夥子 滿心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夠在大聯盟打球 如今他實現了夢想 站上了棒球的最高殿堂 無論你是否認為他有這個實力能夠生存下來 他都做到了也完成了他的夢想 不管你是看碎他還是看好他 讓我們一起在接下來的球技 關注統香在大聯盟的生涯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覺得不錯的麻煩幫我按個喜歡 想認識更多球員的也請幫我按下訂閱 就這樣掰掰